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新的结果就是因为当中有三个人物包括周幸彤 他在庭上申请保释 但是最终法庭拒绝了保释 所以他是要还押的 至于另外两个被告就是何俊仁和李卓人 由于他们已经是因为其他的集结案 现在只是服刑 所以他们在庭上都是没有一个保释申请 先跟大家讲回今早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讲回清楚一点 这宗案件就是控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两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 连同支联会本身这个组织 就是说一共有四个被告那么多 就是控告他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但是一开庭的时候是有一个小插曲的 因为一开庭的时候就是发现 是支联会作为一个组织 在庭上是没有一个代表 那么控方就在庭上提到 他们是有将这些相关的资料 是交给支联会的 但是就以他们所知今早开庭的时间 支联会暂时是未能派出这个法律代表 亦都是没有任何的人代表支联会出席今早的聆讯 这样辩方律师就是提到 就是说因为其实支联会理论上是需要时间开会 才能够决定到派出哪个人来做代表 但是支联会是没有这个时间的 在这个时候 其中一个被告周幸彤 就在被告囊里面 就是直接跟法官提到 由于他今天是代表自己的 他就是提到就是说希望裁判官去明白 因为支联会现时是有七个董事 但是所有董事其实现在已经是 激压或者是正是服刑 所以他们根本就是找不到时间去开会 去相同这个问题 在这个时间裁判官是罗德纯 亦都是有特别问到控方这个问题怎样解决的 就是提到一般来说 如果是有任何一个公司或者组织 是涉及一些案件他们是需要派出律师 或者代表他出席聆讯的时候 都是要有一个授权书才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今次案件就好像刚才辩方或者周幸彤所说的 组织的所有相关的人物都已经是还押或者服刑中 这个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呢 控方就是由周天恒做代表 他就提到都容许认为建议法官可以给一个短的时间 来到押后案件等 支联会可以再有多些时间去寻求指示 在中间的讨论过程 其实裁判官有问过支联会几个代表 即几个的被告 如果将案件押后一个月可不可以处理到呢 但是周幸彤当时都提到这个问题很难答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其实都不知道到时会是怎样的 经过一轮商讨最终就是决定先就住 就是支联会这个作为被告的案件 就是押后到10月28日到时看下情况是再提堂的 所以就住支联会作为组织的这一部分 就是押后到10月28日下午再提堂 但是同一时间基于控方 都是将整单案件申请押后的 他们提到因为警方需要时间去调查大量的文件 尤其有一些文件是昨天才检获的 提到是检获了大量的电子设备 包括50个USB 有iPad 有些Notebook 有些电脑 所以警方需要时间再作出检验和调查 亦都是申请案件押后的 所以最终整单案件押后到10月28日再提堂 那之后就是裁判官在庭上就是要求 就是读出个控罪 读出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内文 跟大家在这里讲一讲 这个控罪书就是指控 刚才说的几位被告 指控他们由去年7月1日 就是去年国安法生后当日开始计 去到今年9月8日 也就是他们被捕那一日为止 指控他们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 策划实施或者是参与实施 以非法手段指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意图推翻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 或者是推翻中央政权机关的 今天在庭上就是向各个被告读出个控罪 就是问他们明不明白 其中两位被告何俊仁和李卓人 都是表示明白的 周幸彤都是说明白 但是他就特别在他的回复 就是再加多一句 他就说明白 但是这个是一个荒谬的控罪 在庭上是这样讲了 今天就着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 主要是这样 大家现在如果有留意这些刑事案也好 国安法案件也好 应该都会很清楚的了 第一日提堂 其实最关键的其中一环 就是处理这个保释申请 控方都是反对被告保释的 其中刚才都讲过 何俊仁和李卓人 他们本身已经因应着其他的案件正是服刑 所以他们今天在庭上就着 今天这一宗接及支联会的案件 是没有一个保释申请 至于周幸彤 就是亲自就着那个保释申请去陈词的 但是这个保释的内容是不能够报导 只能够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裁判官就是考虑了 控辩双方的陈词之后 他就是认为没有足够的理据去信纳 周幸彤是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安的行为 所以就是拒绝了周幸彤保释的 周幸彤就是要求要有 使用八日覆核的权利 所以暂时法庭就是定了 在9月15日下午 是会再处理周幸彤的保释的覆核 今天就是完成了保释申请之后 无论是今天在庭上的传媒 或者周幸彤本人 其实都是有向法庭申请放宽保释 申请报道限制 大家可能都会经常听到 我们讲的9P条的限制 周幸彤也是有亲自就着 为什么他认为需要放宽 9P报道限制来陈词 不过简单来说 最后裁判官都是拒绝放宽 这个条例的限制 他又提到几点 当中就是提到他接纳控方的说法 就是说这宗案件的调查 仍然是进行着 而且根据控方的说法 就是说如果放宽了保释申请的 一些报道限制 是会影响到那个审讯程序 裁判官就特别提到 他暂时都不知道 到来陈的审讯会怎么处理 但既然控方提到这一点 他就不能够不考虑 因为法庭现在现有的资料 是没有控方那么多 除了提到那个调查之外 法庭也都是有提到 裁判官是形容 刚才周恒彤就着这个9P申请 或者是庭上陈词的内容 是一些涉及理念 或者是发表宣言的陈词 强调法庭程序 是不应该被利用为发表宣言 这样是会影响到这个public justice 即是会影响到那个法庭的专业 所以最后呢 亦都是否决了放宽9P条的限制 所以大家都看到 现在暂时可能 无论是看直播的读者 或者是看到其他的传媒报道 都会看到 今天在一个公共领域 港岛的保释的内容 或者是就着这个9P条的一些限制的报道 都是非常有限 原因就是因为 法庭都是拒绝了 传媒或者周恒彤的申请 来放宽保释限制 现在就是暂时完成了 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首次提堂 但今天在西港裁判法院 涉及支联会的案件 其实是未完结的 刚才就是暂时休庭 大概11点半左右 就是休庭15分钟 就是准备处理另一钟 就是几位支联会的常委 另外就是因为 是没有按照这个国安法的实施细则 去推交到资料 就是分别在星期三和星期四被捕 亦都在昨晚被落案检控 当中就是有五位的被告 包括也都包括周恒彤 另外四位常委 包括邓岳军 梁锦威 陈多伟和徐汉光 根据控罪书 就是指控他们 在今年的9月8日 作为支联会的干事 或者在香港管理 或者协助管理这个组织的人士 就是未有根据 这个国安法第43条的实施细则 是通知来到向国安署提交资料 稍后就是会处理这宗案件的提堂 所以那些细节稍后先跟大家 可以跟大家讲到 不过可以先讲多些少的基本资料 就是刚才讲过了 几位被告就是 星期三至星期四被捕 一直扣查到今天提堂 由于是没有提交资料而被检控 都是国安法实施之后 我们第一次见到的 所以究竟未来提堂 究竟那个保释程序是怎样呢 或者那个做法 跟我们现在见到在庭上的 其他涉及国安法的保释申请 又有没有不同呢 就要看一下 待会开庭才知道的情况 不过可以讲一讲 就着没有提交资料的这件事 根据国安法的条文 就是如果是没有 按照实施势来提交资料 最高是可以罚款十万 和监禁半年的 我们都会看到了 那个刑罚 相对在其他国安法的罪行 只看到最高刑罚 理论上是轻一点 究竟处理那个保释申请的时候 又会有些什么的考虑呢 好了 我们等一下会在 西国龙裁判法院这儿 和大家再跟进 这节的直播去到这里先 例如南坑 夜市点בע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